哈喽大家好 我是自然摄影师的仁宇 欢迎观看这期的视频 前两周我出了一个视频 是我在旧金山金门大桥拍摄的一张照相 本来是一个接近阴雨天的早上 然后我通过LINE的任何复作修复 那张照片修成火烧云的样子了 我看见很多人给我留言 说像这种后期钢货 希望我多讲一下 我觉得其实不管前期后期都非常重要 当然我之前可能前期讲的比较多 那么接下来后期反正给大家加强一下 但是在我讲后期修图之前 我首先要通过两个视频 给大家讲解LINE的Zone 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工具 一个是我们今天这期主题 纹理工具 还有一个就是范围蒙把 这两个工具你是必须要掌握 你掌握过后 会对你修编的柱度和质量提升非常多 当然这种纯教学的视频 我相信有兴趣看的同学可能比较少 而且点击率可能也是非常少 当然我现在点击率视频可能也很少 不过确实如果你想学好摄影的话 这种纯教学的视频一定要看完 虽然说它可能看上去比较枯燥是吧 好吧 接下来废话有啰嗦 我们就直接进出主题 今天5月份呢 Adobe公司对Photoshop和LINE的Zone两款软件 同时进行了更新 这一系列更新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我觉得值得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纹理功能 好 首先呢 我们来打开LINE的Zone软件 好 我选择这张照片呢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纹理功能 好我们首先对这个照片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 我们可以把高光降一下 然后一提上来 大家看这个整体曝光就差不多了 其实纹理功能呢 它也是锐化的一种方法 我们呢 就是在LINE的Zone或者CAMONZONE里 这个进行锐化呢 一般有三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用清晰度 好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锐化来处理 这三个功能有什么分别呢 我简单讲解一下 这个清晰度和锐化 然后最后来讲解这个纹理 大家就可以清晰的做出一个判断 就是它们三种有什么分别 好 我们首先来讲清晰度 清晰度呢 我相信大家用得都比较多啊 从字意上就很好理解了嘛 一往左拉就显得没那么清晰 往右拉就清晰了 是吧 但是呢 清晰度 比如说我增加清晰 你看我如果拉过多的话 它整个画面呢 就会显得比较脏 而且呢这个画面呢整体显得很干瘦 没有那么平滑过度啊 非常生硬啊 其实清晰度啊 大家可能还有没有发现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增加清晰度的同时 实际上啊 它的对比度也在同时增加 不过它增加的比较少 大家就可能没有留意 所以我具体实际上在使用清晰度修图的时候啊 我用的比较少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面板下方这个锐化 我们先演示一下啊 你看锐化 哎 你看这个是不是锐 锐利了很多 但是呢 这个锐化呢 它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这些小颗粒啊 都进行了锐化 你看这个石头 比如说我们来恢复一下啊 你看这些石头 它这细节小细 非常小的颗粒细节啊 都凸选出来了 这样的话 就是感觉画面啊 就是太锐了 我以前在使用锐化的时候呢 其实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锐化功能 它是所有的小细节都增加了 所以说你就以前我在出 我在用这功能的同时呢 我会配合蒙版工具 还有就是这个去除杂测来同时使用 但是呢 这个就会在效率上啊 相比对现在有文类功能来说 就会增加不少的时间 而且啊 大家还没有发现的一个细节 就是你注意看这个天空啊 这个锐化 比如说我锐化很多啊 这个天空它同时啊 它也会有一些噪点的出现 所以说这个锐化呢 就是呃 它的优点也很明显 就是让画面非常锐 而且但是呢 它也没有像增加清晰度 那么干涉 我觉得对画面改变非常大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它对所有的小细节啊 对所有的小细节 它都进行了锐化 就是显得非常的深厉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纹理啊 我觉得这个纹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是耳道笔公司的一个良心更新 纹理首先我们比如说我们把往右拖动100 你看这个画面呢就是改动还是非常大的 它也是显得像清晰度那么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干的画面 但是呢它没有像清晰度 比如说你拉到100 对画面影响这么大啊 好我们给它恢复一下啊 纹理实际上你从专业词汇呢 可以说它是一个增加中型细节的一个功能 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大家注意看啊 比如说我增加 我即使是拉到100 你看首先这个天空它的噪点啊 几乎是没有增加的 它几乎是看不出来啊 你即使是现在放大到100% 也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吧 所以说呢我就感觉这个纹理啊 它实际上有一定的资能选区的一个功能 我感觉应该是啊 它只会对有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这些岩石 这些草啊 这些有细节有纹理的地方来进行锐化 而这个天空呢 它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你看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变化非常非常少 但是呢你注意看这个海浪啊 因为这个海浪虽然说这个浪不是很明显 但是你看它还是有一定改变 是吧 因为它有纹理嘛 但天空呢真的改变是非常少的 它噪点也会也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增加的 有了纹理功能呢 我清晰度就用的更少了 这个纹理功能呢 根据这个Adobe公司的官方来解释啊 它实际上更大的效果呢 它是针对人像来设计的 因为我拍人像很少 没有没有样片 但是我看过国外的一些评测视频啊 这个它对人像的磨皮效果是非常好的 如果大家有喜欢拍人像的朋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好 大家看过这个纹理工具啊 是不是非常非常好用啊 自从这个LineZone更新纹理工具过后呢 我几乎是没有在Photoshop 我再单独做过锐化了 几乎是我全部的锐化工作啊 90%吧 都只在LineZone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就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修天的效率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点赞分享啊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一期摄影相关的视频 谢谢大家 下周见